很多的臭板比较喜欢垂丝茉莉 就这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但是很多话说老花姨 你教给我怎么养 我教给你怎么养 我教了 那些话说你卖给我一个好的苗我也卖了 那些话说买了以后 老花姨你教我怎么牵插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那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垂丝茉莉的牵插 早在之前我们小伙伴就已经下了功夫了 垂丝茉莉的牵插存活率是很高的 而且可以用多种形式的牵插 一个是这种杆的牵插 看到没 一个是这种老枝的一个杆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新枝的顶牙 这边这个是顶牙牵插的 综合下来比较的话 是顶牙牵插的存活率最高 像这种带杆的牵插是也可以活 但是它生根会比较慢 到后期可能长得快 存活率低 所以说华尔美你在修剪牵插的时候 你选择哪种呢 选择这种 就是选择这种顶牙 其次是这种 其次是下面的第二第三这些个牙点 最后呢就是这种出杆杆 顶端的这个生长树 它是最密集最丰富的 你们顶牙牵插的时候 它生根会很快 长得也会很快 那牵插的时候呢 很多话我问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修剪吗 需要什么吗 你给我教我一下 好的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拿三个吧 拿一个剪刀 给大家做一个牵插的一个小胶蛇 有条件的臭板呢 剪刀削一下毒 没条件的臭板呢 就无所谓了 可以用酒精 可以用高温 也可以用这一个丝巾擦干净 擦干净之后呢 咱们剪一只 我剪了一个比较大的只 像它的最挖晒的呢 就是它的顶端 顶端的也就是我剪的这一只 看到没 下面不需要留很长 这是最挖晒的 把这个大叶子 给它剪掉了 剪掉了不要紧 剪掉了就剪掉了 因为它太脆了 太软了 留两个这种小叶子就行了 那个大叶子 很多的换人家里面湿度不够 它就扦插的不挖晒 就这种的就可以了 就可以扦插 选土选挖晒一点的 直接给它擦上就OK了 保湿不要暴晒 这个存活率是最高的 而且涨势也是最快的 那其次呢 就咱们说的这个二段节点这里了 这是二段了 二段的话呢 把叶子给它剪一下 太大了 容易水分挥发的比较快 如果条件好的凑宝呢 可以不需要剪 这是退而求其次 这是二段的签插 那最后一个呢 也就是这种老枝了 老枝杆了 不要太高了 我们测试了 就是你看 如果说太高的呢 它不长根 我给你们拔出来看 也是这个没有根 它都没有长根 全部是靠在这个枝干里面的水分 但是呢 它长根会比较慢 这种也是可以扦插的 也可以高杆扦插 也可以矮杆扦插 它的存活率是很高的 臭宝 你就随便插 这种也是可以插和的 就这么简单 你只要选择一份好土无菌的 配合一些个杀菌 最重要的就是杀菌和保湿 你只要把这两点做好了 它都可以活 怎么插怎么活 基本上存活率是很高的 而且长得也会很快 垂师墨里的一个嵌插就要学 之后喷水浇水都可以 别的没啥了 就这么简单 你具体的还靠自己练 你剪一只下来能插十几个 对吧 好了 师傅领进门啊 修行在个人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带来吃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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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